它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攻击核显艇 能够携带72枚导弹 兼具巡航导弹核显艇和攻击性核显艇的功能 因此也有着水下导弹卡车支撑 那么它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呢 和弗吉尼亚级相比又孰强孰弱 今天大兵来和各位一起聊一聊 俄罗斯的亚森M级核显艇 亚森M级核显艇是俄罗斯 为适应新的作战需求而研制的新一代 多用途攻击型核显艇 它在建造过程中采用了新式设计理念 不断调整技术要求 并且应用了俄罗斯新的科研成果 这使得亚森级核显艇在下潜深度 安静性 对岸攻击能力 自动化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优异的性能 可以说是俄罗斯潜艇技术的极大成者了 该级潜艇在1993年开工建造 首艇北德文斯克号在2010年下水 2013年服役 而从首艇研制成功后 俄罗斯从第二艘潜艇喀山号开始 改进了这款核潜艇的相关技术 称之为亚森M级 同时亚森级核潜艇是自苏联解体后 俄军研制并装备的第一种攻击核潜艇 对于俄罗斯海军而言是意义重大 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相比 亚森M级攻击核潜艇的任务 主要是反潜和侦察 因此为了更好地执行这种任务 亚森M级在静音性能和武器装备上面下足了功夫 前者可以让他更好地隐蔽自己保护其方兵力 后者除了可以打掉对手的无人潜航器之外 还可以从水下出击 利用鱼雷和导弹给对手构成巨大的威胁 因此相较于此前俄罗斯研发的核潜艇 亚森M级的静音性能有了极大提升 过去的俄罗斯核潜艇虽然也是以核反应堆为动力 但是却是以螺旋桨的方式推进 而螺旋桨的转速越高发出的噪音就越大 经过改良后的亚森M级则是采用了泵推进 最快潜航速度可以达到35节以上 而其次由于亚森M级采用的是新的反应堆 在长达35到40年的时间里都不需要再添加燃料 维修时间也大幅缩短 故障率也相应降低很多 该齐核潜艇全长120米 宽15米 前航排水量为13800吨 外形为拉长水滴型 具有非常合适的长宽比 受力均匀 耐压性好 而这种潜艇的设计可以增加它的下潜深度 而下潜深度则是衡量潜艇性能的一个重要战术指标 目前大多数的潜艇下潜深度是200到500米 比如说法国的苏鱼级就可以在350到500米水深的环境中执行任务 而亚森M级的下潜深度则可以达到600米 这也使它具有极高的隐蔽性 当然 一艘先进的核潜艇只拥有隐蔽性那是不够的 为了应对反潜设备提高生存能力 潜艇还必须降低被发现的概率 力求自己的噪声降到于海洋背景噪声接近的水平 而亚森M级核潜艇在这方面也十分不错 该艇采用的KPM式压水反应堆 能大幅降低动力系统的噪音 并且在潜艇外部还辐射有多种高效销声瓦 并采用新的有源销声技术 其噪声水平为95分贝 接近海洋背景噪声 从作战性能上看 亚森M级核潜艇在下潜深度和静音性能方面有着不错的优势 其作战任务也更加多样化 不仅能反潜反舰对陆攻击 还能完成一定的战略打击任务 它的十个垂直发射器允许舰艇携带72枚导弹 其中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口径巡航导弹 又被称之为俄罗斯的战俘导弹 可以负责对地打击任务 它是一种亚音速巡航导弹 其射程为1500到2500公里 携带一枚高爆弹头 战斗部重量为450公斤 是目前俄罗斯海军的重点火力装备 它的基本制导方式是 使用惯性加地形匹配中段制导 加光学成像或雷达末制导 在巡航段 全程采用略海飞行的亚音速弹道 到了末端则抛弃巡航发动机 采用火箭发动机推动以超音速攻击目标 在2011年以后 俄罗斯又连续发射了 格洛纳斯MK改型导航卫星 使得该卫星定位系统的定位精度 提高到了5米左右 使3M54导弹系列更加精准 如果打击目标是航母战斗群 那么该级潜艇则可以发射 告石高超音速导弹来应对 其9马赫的飞行速度 目前还没有办法被有效拦截 同时它还拥有10个鱼雷发射管 可以携带30枚鱼雷 用来打击水下潜艇或者水面舰艇 新改进的吹发系统 也使得该潜艇有着更灵活的攻击范围 能够适应任何任务 而且亚森M级核潜艇的吹发系统 能够发射俄罗斯目前几乎 所有型号的反舰导弹 和前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再加上目前俄罗斯的告石导弹 即将开始批量生产 装备告石后的亚森M级 也将成为俄罗斯水下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而能够装备如此多种类的亚森M级 也被称之为水下武器战 而这种多功能攻击核潜艇的出现 也是现代武器发展的潮流 毕竟在现代背景下 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都非常注重攻击型核潜艇的多功能性 其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将潜艇都按照分门别类 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去划分 那么就需要建造一个庞大的潜艇群 虽说这样可能会专业针对性更强 但是反过来说 其成本肯定也很高 而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 都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才有了多功能潜艇的出现 亚森M级核潜艇虽然有着强大的实力 但是其建造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该级潜艇的研发还要回到冷战时期 当时美苏两国海军开展军备竞赛 力图使自己保持海上领先优势 苏联为了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实现对美军反潜力量的反超 在1985年 苏联政府正式批准新型核潜艇的建造计划 其设计编号为885 北约代号亚森级 而就在开始建造两年后 苏联得知美国的海狼级也即将开工建造 于是立即敦促设计部门加快进度 海狼级核潜艇水下排水量超过了9000吨 最大下潜深度超过了600米 采用X型尾舵和泵推进方式 水下机动性高 静音性能好 它可以发射前射战斧巡航导弹 鱼叉反舰导弹和鱼雷 因此可以说亚森级就是以海狼级为假想敌而研发的 直到1991年底 苏联经历了11年的研发终于结束 亚森级核潜艇也终于要走上船台了 而就在这时苏联却没了 于是亚森级就成了苏联攻击核潜艇的最后遗产 而这个变化也导致亚森级核潜艇的研制项目进入了停顿 后来的俄罗斯本想在第一时间就开工建造该级核潜艇 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 使得该艇的建造工作直到2001年才重新启动 而此时美国的新一代攻击核潜艇 也就是弗吉尼亚级的首艇已经开始建造了 而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 已经让亚森级原本先进的设计逐渐落后于时代了 而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同代的北风之神身上 这也让美俄两家之间的差距是越拉越大 而这个所谓的目前俄罗斯最强的攻击核潜艇 其实也是旧瓶装新酒 它的平台还是当年的维克托和阿库拉的外观 虽说底盘做工更好 并且升级了核动力 但是一个平台连续用三代这种事呢 也就俄罗斯干得出来了 当然相较于那些前辈们 亚森级还是有许多改进之处的 例如他将鱼雷舱的位置改放到了潜艇中部 十个鱼雷发射管分布在停体两侧 后部则是导弹舱 设置八个通用巡航导弹发射装置 每个可以内置四枚口径前射巡航导弹 而之所以要将鱼雷舱转移位置 主要还是为了给舰手的巨大球形综合声纳阵列 腾出空间 虽然这个球形声纳早在1960年 就装备于美国的常委沙级核潜艇上了 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 无疑是个新事物 并且相较于出生继络后的亚森级 亚森M的设计要比前者更加安静 它是使用低磁缸建造的 可以最小化磁性号 从而使其更难被检测到 而在声纳方面 俄罗斯也曾经试着去研制 更加先进的舰手共行阵 但是由于技术原因失败了 于是亚森M级核潜艇 使用的同样也是球形声纳 相较于球形阵和柱形阵 舰手共行阵无疑是更为高端的追求 美国的海狼级还在设计阶段时 就设想过使用类似弗吉尼亚的 先进共行阵声纳机阵系统 但是由于停载计算机 无法应对该系统不规则的波数 才不得不取消了 如今 凭借着计算机的蓬勃发展 弗吉尼亚集合潜艇 也开始使用先进共行阵声纳 替代原本的BQQ10球形声纳 而相较于美国的新玩具 首艘亚森集合潜艇的性能 并不算优秀了 而作为亚森M级目标的 弗吉尼亚集合潜艇 又可以算得上是海狼级的现代经济版 水下排水量7800吨 最大下潜深度488米 该艇除了能发射战斧 鱼叉和鱼雷外 还能发射无人潜航器 用于水下侦察 扫雷和反潜 那么新一代的亚森M级 与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相比 其性能究竟怎么样呢 首先 在同类攻击性核潜艇当中呢 三者是处于同一个技术水平的 但是在设计上和作战能力上呢 却是各有优势 例如海狼级当时是为了和苏联对抗 因此 它的下潜深度特别深 一般的潜艇呢 是没有这种优势的 而弗吉尼亚级呢 则更适合在近海作战 由于其静音性能较好 因此也不会再去要求下潜深度了 而反观亚森M级 虽说在下潜深度和武器多样性方面 都毫不逊色于对手 但是在声纳和电子设备这些方面呢 弗吉尼亚级就要更有优势了 毕竟这两者是实战中最重要的 它能够达到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的效果 而除了本身性能之外呢 亚森M级在建造数量这方面 是根本没法比的 毕竟美国的弗吉尼亚级 已经服役有20多艘了 后边还有十好几个排着队呢 那么俄罗斯的亚森级又有多少艘呢 因此从数量上来看呢 亚森级已经远远不是对手了 当然俄罗斯肯定不会让自家的亚森级 去和美国的核潜艇搞个水下大决战的 而是去作为一张底牌 来顶替缺少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困境 因此从客观来说呢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 美苏之间的攻击核潜艇技术差距并不大 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和经济萧条 使得俄罗斯的潜艇技术 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驻足不前 这也是导致美俄差距再次拉大的原因之一 而且同样由于经济原因 导致俄罗斯目前无法迅速更换老旧的核潜艇 所以才会启动 阿库拉级核潜艇的升级计划 每艘预算约1亿美元 其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他们服役的时间再延长10年以上 这也使得俄海军的亚森M级 还是和阿库拉级核潜艇进行高低搭配 形成核长辈的威慑与打击能力 当然在这些年时间里呢 俄罗斯也在研发下一代攻击核潜艇 赫斯基级 这款下一代核潜艇呢 将会采用双壳式结构 水下排水量至少为12000吨 其手舵 尾舵 简摇旗 围杆 螺旋桨 和轴系等均采用复合材料 以降低潜艇重量和升学信号 这也代表它的噪声将小于亚森级核潜艇 除此之外呢 还有俄罗斯媒体称 赫斯基级还将采用更智能的综合作战系统 将人工智能和最先进的通信方式 集成到一个网络当中 其武器装备 还有可能采用模块化设计 将战略核潜艇和攻击性核潜艇一体化 根据作战任务不同 能够随时将武器舱室 或者武器发射装置 在战略导弹和反潜反舰导弹之间切换 而该集合潜艇是2016年提出的项目 目前呢 已经被列入了俄罗斯2018到2025年 国家5倍计划当中 预计在2030年正式服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亚森级和弗吉尼亚级 以及海狼级三者呢 究竟谁更强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